主持人 理副總統 各位貴賓 在場 各位代表國豬郎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好 主辦攤位是台灣新會 還有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兩個會共同主辦 今天的主持人就是這兩個會的創辦人 李前副總統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的光年 大家的指教 大家都所了解 八年前的911 在美國紐約發生恐怖的攻擊事件 八年後的911 在台灣發生恐怖的司法判決 大家也了解 一年四個多月來 台灣人民把馬英九 用選票把馬英九送到總統府 但是他不是當總統 他是當推手 他心目中的老闆 不是台灣人民 是北京政府 這樣的背景之下 判決 連案判決 是否公平 今天我們請五位專家來給我們找答案 那麼現在還沒有請專家發言之前 現在讓我們熱烈的掌聲 請主愛人 主持人 李前副總統來講話 謝謝 謝謝 兩位大律師 黃大律師 鄧大律師 三位教授 鄭教授 劉教授 許教授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媒體先生女士 今天就要進行的這個座談會 有台灣軍會 國家掌望基金會 共存主辦 但是我們所有進行的是 除了各位在場的媒體之外 透過玉山英里亞 玉山電報 同步進行全球直播 包括STAR PMP 手機也可以直播 網路也可以直播 在線上的朋友 歡迎你上李山電報的網站 PomosaPost.com PomosaMedia.com 這樣可以收聽 我們希望今天的座談會 能上到四點鐘 找個段落 9月11號 下午四點鐘 台北地方法院所做的宣判 無疑的是台灣的九一事件 這個事件非常的複雜 每一個人 得到這樣的訊息以後 都有不同的反應 我想 我們是一個民族法治的時代 但是 原由人民選舉出來的 前總統陳水炳先生 過去是以打地案起家 不幸的 9月11號 下午4點鐘 他被參謀本罪嫌判 非常重的刑 連同他 全家人 總共被判 兩個無期處刑 他本身 另外還有 六十 十四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 八十幾年 國務計畫會 涉及辦公室的資料 由於為了 個案 加起來 三十三年 另外一位 生死第一名 罰金總數 然後過 八億多 然後 看到 為什麼 在我們這麼辛苦的 為民主付出代價 結果 一位十一號校 我們從法院計上 這樣去判下去 我回想起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號 在高雄發生的 美利島事件 後來 也召開 實際性的 軍法大審 在審判 結束的時候 有一位律師 就是當時軍法大審的 在法庭上高喊 審判官們 今天你們在法庭上 審判八年被告 別忘了 全國同胞在外面審判你們 而明天 歷史會審判 你我看 轉眼 美利島事件發生 今年三十多年 三十年前 發生的美利島事件 有非常嚴重的 人權跟法制的相似 我們認為 一群人犧牲 努力 今天不管誰犯罪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們憲法 第八條 決定 人民 非有法院 依法院誠實 不得審問 處於法 憲法 第十六條 人民有 請願 訴願 及訴訟之權 第八十條 法官需超出黨派之外 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就憲法而言 我們堪測 人權管制的國家 但是 大家從九一一回去 來回想 自從所謂典案爆發以來 大家記憶猶豫 還有一些疑點 是不是在這次的判決裡 就獲得澄清 或者一審判決以後 在上訴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有檢討 糾正的機會 這就是本人 長期奉獻民主 智利 人權 法治 認為有必要今天 舉辦這樣一場非常客觀公正的 做法會 特別邀請到 在典案爆發以後 挺身而出 擔任陳前總統 辯護的兩位律師 總統大律師 董貝山大律師 有案情的部分 剛好來點各位做個說明 因為我們也很高興 有三位教授 他們也願意 就他們的法學專業 來找法會 很愛所呈現的看法 那我想大家共同記憶留心的 至少我認為 有幾個很重大的指引 政治有無介入司法 第二點 特徵組有沒有違反 偵查不破開的原則 第三點 搜索擴壓及偵訊取構 有沒有違法不當之處 第四 擠壓及延長擠壓有無違法不當 第五 臺北立法法院的何議庭 有沒有違憲違法 第六 司法選擇性的辦案 已經不是有沒有的問題 而是我們必須來採取行動 來糾正辦案 在第三週報 很早的時候我們就疑劣了 有那麼多在司法機關 而且選擇動作是屬於 只剩黨性的關機員的弊案 為什麼可以好幾年到現在都不將處理 所以第六個議題同樣 非常地嚴肅 我們如果來制止以後 司法不是選擇性辦案 不是只辦我這顏色 我一個政黨而已 那我想很暗 待會兩位律師應該會特別難到 陳前總統是因為 國務紀要會這個武器 而獲判五期出席 國務紀要會 是什麼東西 他的合法性 或者哪一個人就是違法 我想除非當總統 不然就是總統府的會計長 行政院的主席長 總統府的會計人員 承判人員最清楚 包括我雖然做過八年的副總統 要務次國務紀要會 一路審判下來 我認真看所有的資料 我還是不清楚 那我相信沒有進入總統府 不知道總統府 如果運作的特徵組的檢察官 以及法官們 也沒有如何來瞭解國務紀要會 如果總統府派記長 行政院主紀長 他們在法庭的證詞 你們完全不產信的時候 那到底誰有資格來審承 國務紀要會怎麼用來叫合法 怎麼樣叫合法 我看看今天全台灣2300萬人 只有三個人有權利使用國務紀要會 也就是李全總統 陳全總統 李現任 當總統繼任的時候 這個案子已經爆發了 所以國務紀要會 事實上是民國三十幾年 已特別會開始的 後來有很長的嚴格 但是陳全總統在最後延遲變認的時候 他在法庭上陳述很多 很遺憾請問各位的名字 你們聽到了嗎 你們看到了嗎 在整個判決書裡面 有沒有引述他任何關於公交會 不要說他當事人 龍波姆 派基長 主紀長 他們的證詞 透過公社辯護人 逐一引述 但是並沒有獲得任何重視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需要真正用最專業的 不管司法專業或媒體專業 我們也可以用社會良心 大家很持平的來加以論述 所以以下我們就開始進了今天黨做談會 首先我們就請 waupen waupen